部長 我非常支持打炸 但是我想請教一下 這部所謂的科技偵查法 它的所謂的犯罪的偵查對象 不只是詐欺案件嗎 對不對 那主要是我們是 當然是不會 所有的犯罪太陽都在包含在裡面 但是因為詐欺案件 佔我們整個一個犯罪的一個 是第一 所以還不只是詐欺案件 當然可以有 但是這個我可以強調 為什麼要就打這個狀況 最主要是因為詐欺案件 是佔我們所有 當詐欺案件佔很多 但是最後科技偵查法 最多的已經 我知道詐欺案件佔很多 所以他們今天才非常支持打炸 但是這部的科技偵查法 顯然今天辦的案件 也不只是詐欺案件 這答案其實蠻簡單的 不只吧 還是你跟我講 這個科技偵查法 其實只限定辦詐欺案件 不會 就是因為法條有明文規定 可以用那個科技偵查的犯罪 當然有明文的 對吧 你看我已經一分鐘結束了 其實部長 你要學學次長 次長回答就比較簡潔一點 是不是其他犯罪形態 也包含在裡面 對不對 我就是要一個答案 一分鐘 沒關係 那個部長再想請教你 剛剛我看到幾位委員質詢 其實不管是國民黨 民眾黨 還有民進黨 其實都會委員提案 是要來修刑事訴訟法 把科技偵查作為一個專長來處理 對不對 那請問為什麼我們堅持要一個專法呢 這個專法的話 因為其實立專法有立法力 包括我剛才有提到的就是 像通報法 對 我要講現在三黨都有委員提出是刑事訴訟法 那你覺得配合刑事訴訟法 這是立法選擇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以專法的速度 那既然是立法選擇的問題 因為這既然是科技偵查 規應時代的一個需要科技的發展 如果說以刑事訴訟法的修法的話 礦日廢詞 那另外說以修那個專法的一個方式 可以解決應 就像我們那個國密法官法也是定專法 那個通報法 通訊法證明是定一個專法 我倒沒有看出什麼礦日廢詞 幾個黨都已經提出了版本 因為像我們這樣 只有定十幾條的話 我們做一個審查 我想速度會比較快 我想這個定專法的話 在整個立法 當然我跟你講 快慢之間有周圓性的問題 法的體系的所謂的那個一致性的問題 專法到底定專法的好處 部長我覺得幾個委員 幾個政黨委員意見 還是參考一下 我想請教您下一個問題 您了解一下 您了解我們最近通過的這個 國會改革法案嗎 這有三讀通過 有三讀通過 我想請教您 你知道 這個國會如果行使聽證調查 它的門檻是什麼 第一個程序上需要什麼 經過誰決議 要發動的話 要誰來決議 部長要熟悉一下 因為你們都要提複議了 法務部在扮演提複議的角色當中 應該有角色吧 法務部就是我們這個 行政院的法律守門人 要誰決議 在整個在59條之一 有這樣要委員會 跟調查委員會等來做一個 最後 當然程序很多 最後一關最重要的就是要 院會決議 院會113位立委決議 對不對 然後你也看過我們 國會改革在審的過程當中 國會的那個 真是焦土戰 要通過院會決議 一旦如果說大家沒有共識 很困難嘛對不對 對不對 就要經過很大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溝通過程 那我問你 這個聽證調查啟動 要院會決議這件事情 居然門檻高還是低啊 這個時期運作值得好 再關注 然後我想請教您 您知道 在聽證的狀況的話 如果說59條之五 在有些情況之下 出席的人員還可以拒絕正言 跟表達意見 對不對 對不對 包括說涉及國家安全 國防外交之 國家機密事項 與越聽證會 調查目的所提出的 結問或對峙 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即便 都已經到要院會113位立委 決議的這種情況之下 你知道我看到很多的 外面都講啊 民進黨啊 或是綠營的朋友講 說 哎呀 學校老師 土風武社 張忠謀 還有我們這個 各式各樣的所有人民 都會被聽證調查 你覺得所有人民都會被聽證調查嗎 會不會 這個要看 這個是議題 議題個案 這個民眾 當然嘛 兩個第一個嘛 這個民眾一定會有被 這個裡面有規定人民 也有被 被 人民什麼 三大條件嘛 第一個可以拒絕正言嘛 第二個要院會決議嘛 第三個跟立法院的職權有關嘛 對不對 法條寫得很清楚啊 大家符合這三下條件 所以有門檻嘛 而且是相當高的門檻 113位立委決議 你跟我講門檻不夠高 部長這個意思嗎 門檻 門檻夠不夠高 這個法案 至少有門檻嘛 這法案不是我們法務部的主管的法案 我就 你們行政院都要提複議了 我跟部長講 113位立委決議就是個高門檻 所謂的土風武社啊 台積電啊 不管是張忠謀 還是說今天是學校老師 要過這三個門檻沒那麼容易啦 好啦 我要問你啦 跟我們的科技偵查法有關齁 你知道法治局對科技偵查法有意見吧 立法院法治局 第一個意見是什麼 請問你 照剛剛部長的標準 人民還是可能被查啦 對不對 我想請問你 學校老師 土風武社台積電 或者黃仁勳 還是館長 還是里長 有沒有可能被科技偵查 黃仁勳會不會被科技偵查 會不會 我們的科技偵查法是 針對個案做壞罪偵查來收集證據 會不會嘛 我們會對普遍性人民的這些資料 我們在做收集 你這不是廢話了 國會聽證調查 也不會對普遍性人民做這個調查 聽證調查還有門檻啊 我要問你的是什麼 會不會嘛 有沒有可能性嘛 有沒有可能性嘛 黃仁勳會不會被科技偵查 有沒有可能性嘛 我直接告訴你 我直接告訴你 法治局的立法院法治局 還有辦法去做科技的一個偵查 你有為行政院辯護 守護的那個一個 所謂的政治的一個框架 沒有關係 我直接告訴你 我要問你問題是什麼 立法院都還有立委 113位立委的決議 才能夠實施聽證調查 作為高門檻 可是我看法治 我講是法治局意見 我是要請您來解釋疑問 不等於是反對喔 現在設計 只要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 認為有必要時 就可以用科技偵查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條已經拿掉了 立法院 所以你們有要新增 所謂的不能或難以 以其他方法 搜集或調查證據之要件 作為該等科技偵查方法門檻 要鎮定這一項嗎 有要鎮定這一項嗎 這個我們這個必要的 這個很科技的一個 其實他已經聽到 我們要把門檻再跟我講一遍 他只要是比照搜索的一個門檻 比照搜索的門檻 所以包括所謂的 我們講的這個所謂的GPS也是一樣 沒有這24小時 檢察官判斷這個問題拿掉了 沒有嗎 必要時 我們這個有必要時 不是必要時是誰判斷 我只問你必要時是誰判斷 我只問你必要時是誰判斷嘛 就是司法警察 就是檢察官檢查 但是這個必要時我們是有比照搜索的 你是24小時內的必要時是誰判斷 比照搜索嗎 我只講 不要我只講20小時的必要時 來來來 沒關係沒關係 我來問你齁 我來問你齁 今天你的所謂的門檻 跟我們現在現行的 所謂的那個通訊監察 保障的那個通訊監察書的方法一樣嗎 這個不一樣 不一樣嘛 成以其他方法調查人無效果 或以其他方法調查 合理顯示為不能達成目的或重大危險之情形 因為 有這個門檻嗎 這個沒有 沒有嘛 但是因為科技本來就是程度比監聽還低嘛 但是你認為科技偵查 那我就問你齁 今天王毅川政治偵防 外面疑慮 王毅川政治偵防 人民請問你 侵害程度低還是高 比起你的科技偵查 所以王毅川這個案件 並且在偵辦中 我知道你要不評論了嘛 今天我就問嘛 今天GPS也好 手機也好 定位也好 定位黃仁勳 立法院法治局認為說 這個可能要 有更嚴謹的法律安全保障程序 我不知道 今天怎麼 我今天請問你嘛 法治局裡面的意見 我請問我們的法務部怎麼回應 你們看法是什麼 他認為齁 基本上 這個短期的本來就是 這個短期的 他那個干預本來就是程度很低 短期程度很低 這個短期因為短期沒辦法收集到 這個短期 如果短期沒有的話 我們就直接就 沒關係待會兒要大集討論 還有主條審查 我們在一起討論 以上